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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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万能事务所》 我是节目主持人Ratina 大部分女士最注重的两大女士 但問題是一,我們自己化美羊 二,就是美腿 但其實這兩個部分都很容易胖 難受 我們不可以一下子減肥 但今時今日就很幸運 而今時今日的科技 就可以令我們輕輕鬆鬆 改善到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很開心 請來Dream Beautiful的兩位嘉賓 就是Chris和美容師Tammy 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究竟甚麼是光學護膚瘦身的資訊 你們好 大家好 其實甚麼是光學護膚呢 其實光學護膚現在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例如肌膚和體驗的問題 而且是很安全和很快捷 適合現在都市人的需要 剛才提及過 其實我們女士都很注重的 就是樣子和美腿 其實秀面這件事 是有多少種方法 現在最流行 其實秀面都是一般女士 很受歡迎的項目 一般市面上也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秀面方法 大家都可能聽過 例如打秀面針 或者秀面注射 但這些方法只能夠改善一些肌肉的問題 根據肌肉的問題只能夠持續半年 但我們最新的乳激科秀面療程 可以將你的水腫 或者是一些種式鬆弛形成的包包面 來改善 效果還可以保持長時間 即是你現在說的是 因為我們平時一般去做一些秀面的 可能是打針 其實不是永久的 即是它都可能大概半年左右 如果我們再想去做這個秀面 就要再打一次 但你們的話就會保持長久一點 但用了甚麼原理 其實這個乳激科秀面的年程 它會直達至我們的肌肉層細胞 會將膠原收縮拉緊 而美容師亦會分析客人的面部輪廓 根據我們的肌肉紋理向上拉扯 可以即時將你見到一個收緊的效果 即是即時就會見到 是的 沒錯 但其實如果一個客人 他決定了想自己去做這個療程 他找你們 其實是當日即時就可以去做 還是要在之後才可以做 其實當日已經可以即時去做 因為任何人的皮膚都可以做到 那任何人 即是無論是男 女 來到的話 其實都可以即時做到這個效果 是的 其實就算它是敏感皮膚都可以 但如果你是服飾一些四環素 或者一些感光肉的話 我就會建議諮詢一下你們本身的醫生 其實甚麼是軟激光呢 軟激光是一個放射性的激光 幫你調整底層的組織 是加速底層的細胞生長 來到其實去做這個療程的時候 會不會痛的 不會 絕對很舒服的 過程都是很快就會完成到的 是的 大約可能是半小時至九個小時 Tamir 其實 秀明的效果是怎樣的 因為一般是否你都會幫顧客去做這個療程 是的 以我們人客來說 其實普遍的效果都非常顯著 其實我們每做療程之前 都會先幫客人 詳細檢查了皮膚 然後再跟他們分析 然後做的時候 他就會先做半邊面 讓他看出效果 然後對比一下 然後讓他感受一下 做完這個軟激光之後 有半邊面的時候 明顯提升 看到半邊提升了 其實你們是透過這個軟激光 但是不會說我們看到 表面上看到會不會有些痕跡 是會看到 原來你剛剛做完這個療程 是不會的 因為做完之後 可以正常為曬太陽 或者正常的活動 我會建議如果可以的話 回去自己敷多些面膜 加速皮膚吸收會更好 如果我們是敷面膜的話 其實都是敷一些保濕的面膜 已經敷面膜 還有任何都可以的 任何都可以的 但會不會說 因為我們始終都是做了面 而女性可能回到家 我們都會做很多護理的工序 可能會塗一些忌廉 又或者是敷面膜 會不會說有一些護膚品 是不適用的呢 其實如果進行幫庫的時候 我們就不建議它做一些果酸美白的東西 是 因為它會太刺激 是 沒錯 因為始終它會相及到一路脫皮 我們就不會建議它做一個果酸美白的東西 但其實做面部的話 你們會做哪一個部份的 我們會做完一邊面給客人看的 由下巴提升上去 因為它會以我們的肌肉紋尾 一路向上提升的 你做完一邊面已經看到很明顯的效果了 但其實提升是 它是會直接接觸到我們的面部而去提升 還是說其實是一個 可能我們平時現在很流行的彩光、激光 它是不會直接接觸到你的皮膚 是透過光來令它提升 或者是激光、脫毛 它是會直接在我們的皮膚表面 有一個提升的動作 還是說透過光 因為放射性的軟激光 就不會像硬性激光般刺激 它會在一個表皮貼著臉上去做 過激性去循環去做你的肌肉紋尾 以及皮膚底層 所以絕對不會太大的傷害皮膚問題 會不會有危險性呢 這個絕對沒有的 任何皮膚都可以的 如果有一些特別情況 可能有寶寶的女士 他又可以來做這個面部的提升 其實他不會經過身體的導電 其實大部分人都可以 但我會建議先問醫生 始終都是癮症的 但如果你是敏感皮膚等 但如果你本身有服飾感光藥或四環素 我建議問回家庭醫生就會比較好 那在之前我們需要自己去預防什麼 或者在之前我們有沒有一些程序 步驟自己要留意才可以來做呢 絕對不需要 因為這是安全性很高的療程 除了瘦面之外 還有什麼功效呢 其實軟激光除了瘦面之外 還可以解決肌膚七大問題 那七大問題究竟是什麼呢 七大問題又可以解決瘦面 美白、提升、亂膚、淡斑 激活細胞和緊致 那其實會不會有些客人來到 雖然是不會有什麼痛楚 但在過程之中都會很害怕 也會有緊張的情況出現 但在緊張的時候 會不會影響到之後下來的療程 其實也不會太緊張 因為他也不會感覺到疼痛的感覺 美容師會直接跟他聊天 解釋給客人聽現在做什麼步驟 其實也不會太緊張 很舒服 可能睡得著覺 一般來到 你們剛才提及過 先做一邊臉 另一邊 但有時候有些情況是 可能本身已經是臉出現大小臉的時候 那是否只可以做一邊已經可以 還是始終會兩邊做 只不過另一邊可能再做一次重複 其實我會根據人客的問題 有些可能是臉骨移影的臉 或者是一邊臉特別水腫 我們會調配分中數在一邊特別水腫的臉上 即是你會調配分中的 或者會調配一個度數或一分鐘數 去幫你處理下人的問題 但其實正常一般是要多少分鐘 或者是度數是幾確的 其實我們大約每邊都是二十至三十分鐘 就已經可以了 那你說度數方面 美容師會因應皮膚去調較 但大致上人客都不會覺得 任何的感覺 或者一些疼痛的現象出現 因為剛才我們最初就有提及過 一般可能之前做一些打針的受免方法 亦都會半年左右 然後就可能要再打一個 但如果客人是自己已經做了這個打針 但他又想試一下你們這一種 那其實會否要隔了多久才可以來做 還是說其實沒有影響 其實可以這麼說 打針跟我們做這個遠激膚秀臉 是解決不同的問題 因為打針只能做到這個咀嚼肌的問題 例如你一些博字臉 方形臉就需要打針 但如果我們這些位置是水腫的話 包包臉就是一定要用遠激光致 我們才能做到這個問題 所以打針是改善不到這個 譬如水腫或者裡面鬆弛了組織 而形成的包包臉 所以他打了針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來做這件事的 絕對可以 對 那一般這個激活細胞會有副作用嗎 當然不會有副作用 其實大家都經常聽激活細胞究竟是什麼 其實激活細胞是指 將你沉碎的細胞重新再組織一次 激活我們自己的膠原真身 其實我們25歲打後 膠原已經不斷流失了 所以激活細胞是我們對可衰老的主要元素 所以其實一般我們聽到的激活細胞 這件事絕對不會影響到我們自己本身的身體 不會 不會 但你剛才說保持久 其實做完一次之外 保持久之外 如果再來做的話 會不會又不同了 因為始終我們做過一次 已經有效果出現了 但我覺得還不夠 可能我還想再瘦一點 或是再尖一點 那是否可以馬上來做 還是我們始終要等它一個緩衝期 長一點才可以做第二次 其實大約隔兩至三個星期 就可以再做第二次 兩三個星期就已經可以了 不論男或女 其實現在有很多男生做的嗎 也有很多 其實現在男生都可以很貪美 因為可能他們想面子尖一點 看起來輪廓會深一點 所以其實很多男士都會去扮美 但男生跟女生做這個瘦面 會不會有一些分別在 因為男生的輪廓始終是深一點 女生可能本身已經有一個尖的面型出來了 但男生通常都會比較硬 因為她的骨頭好像很明顯 那他們會否有分別去做的時候 其實處理的時候 大致上不會太大分別 但如果男士來說 一般沒有女士的面子那麼水組 所以相反來說 可能女士去做的時間 比男士更長 而倒數呢 倒數會怎樣影響 即是甚麼因素會影響倒數較高 其實要看客人本身的皮膚狀況 如果有些皮膚比較薄或敏感 我們會調低的度數去處理 幫我們聽了這麼多 關於瘦面的方法 又不痛得來還可以保持久 首先很感謝你們倆 我們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回來再談談 HELLO 歡迎大家看見 繼續收看扮嬰事務所 繼續有我Martina 還有我們的嘉賓Tammy 還有換了首席的簽體顧問Candy 你們好 你好 上一節我們就提到這個瘦面 女性最大、最注重的問題 就是臉和尾腿 說完這個臉,就到尾腿了 其實尾腿這件事是否很難受 一般我們自己減肥的話 是否也很難減到腳 其實現今的科技 尤其是現在有一個光學的美容科技 簽體已經成為一件很容易 而且很輕鬆的事 即比起我們自己在家做一些運動 去減肥的話 一來輕鬆一點 二來效果還要高很多 其實會是用了甚麼原理 令到我們可以這麼輕鬆 就可以改善到我們鼻叛的問題 其實這個最新的BM533科技 是利用每秒以400萬次核磁震動的頻率 將我們的脂肪分解和爆破 分解了的脂肪會經由我們的淋巴管道帶走 所以很多客人可以在一個無通無創的情況下 做到一個很理想的手心效果 剛才你說令到脂肪會做一個爆破 但我們平時聽到有些美容院都會提及過的爆脂 這件事是同一件事還是兩回事 舊式的聲紋爆脂 會是靠聲音的頻率將脂肪爆破 但過程中可能會產生一些比較吵的聲音 或者有些客人可能有失眠 甚至有耳鳴的客人都會覺得很辛苦 半到中途他們可能會放棄 可能就算買了療程也不會再去 即是因為自己除了做的過程之中 可能回到家裡有其他外來的壓力 即是不能降假或是移民的情況都會出現 都會有影響 其實一般去做這個療程需要多久 其實整個過程 連分析身體的脂肪、體型 大致上於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內 就可以完成達到那個效果了 但是效果是怎樣呢 其實效果都會很明顯 我們的美容師 首先會幫客人度身 然後分析體內內的數據 內臟脂肪 然後首先會幫他做一隻腿纖 然後就會讓客人看看效果 但其實你們去幫客人分析 看看他的腳部份的脂肪是多少 你們是怎樣分析這些數據出來 其實我們以最真的方記 以數碼去計算 身體內臟所有一切的資料 你們是有額外的儀器 去看看客人是有多少脂肪 沒錯 但是你們怎樣去選擇 多少是脂肪才會去做這個療程 每個客人裡面都會有一個脂肪 肌肉水分和內臟脂肪的一個統計 我們根據數據 然後就會幫客人去調校 他的需要的倒數 以及裡面一切的資料 但是如果一些脂肪 就是經過這個儀器 進行這個療程之後 其實它是會溶解了一些脂肪 那它是怎樣去排出體外 令到不會有肥的情況出現 其實人體裡面 都有多個不同的排垃圾的地方 例如不同的淋巴管道 當脂肪爆破的時間 它們都會經由淋巴管道 而排出體外 回到家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汗水 甚至大小便都會變多了 我們一般如果發現自己的腿部是肥 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例如我們的飲食習慣 又或者是我們現在經常聽到的水腫 但有一種就是天生遺傳 可能家人已經是這樣的 那這些天生遺傳的 又會不會做到呢 都做到 我們亦有很多這種客人 而且成功的個案亦有很多 因為遺傳性肥胖的脂肪 它是有記憶體的 就算無論你的飲食 或者食量不多也好 但它們都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喝淡水也會肥 但只要我們針對性 將這些脂肪去分解 其實就算很難去解決的脂肪 我們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客人都很驚喜 尤其是有些客人來到的時間 他是一個大馬 甚至是一個加淡馬身形 走的時候 都是很健美和很完美 不只客人開心 其實我們自己也多了一份成功感 但一般要做多少次 大部份的客人 做多少次才會覺得 已經是很明顯 可能我出到街見到朋友的時候 朋友一見到你就說 為何你試了這麼多 其實BM533的科技 是利用光學的原理 令私房直接爆破 所以它的效果是相當快的 我們會看回客人的磅數 身形去一定 如果客人的磅數不是太多的話 其實它很快就已經見到效果 甚至一次來到的時間 即時它已經見到 但大部份除了一次 就會見到效果之外 其實通常會是一個療程 是多久一次呢 我們都會跟客人商討 這個問題 有些客人可能 可能它的時間都可以充足給我們 這方面當然更加好 但對於一些出旅程 或者經常不是逗留在香港 我們都會盡量去安排 我們希望在短時間裏面 可以幫它做到它理想的效果 那是否會每次做完一次 又是隔一個禮拜才來做第二次 還是說這個禮拜是很自由的 我連續來這麼多次 就立即完結了 這個禮拜的療程 這個問題都問得很好 因為很多客人都問我們 美容或者護膚 可能要有一個時間性 但減肥絕對不需要 如果你離得密的時間 我們將身體不要的脂肪和水分帶走 其實離得密反而對效果 而且療程是有幫助的 即是可能它自己都未適應 再做第二次的效果 反而看下去更加看不到分別 其實我們當做完 一般我們的脂肪都會有新有舊 有些可能是長年累積的 累積得久的那些 是不是會難去做到呢 因為其實本身脂肪是有記憶體的 每個人預生俱來 脂肪的數量已經固定了 我們主要做到一個瘦身的效果 就是將脂肪直接分解和爆破 就算對付一些很頑強 甚至已經是很多年的脂肪問題 亦都可以見到一個很明顯的效果 會不會說做完之後 保持太久 自己又沒有去刻意的保持 就很不容易有反彈 其實這個療程 為什麼客人會這麼喜歡呢 一 它的效果非常之快 二 它的過程不會覺得有任何的痛楚 而第三 它是不容易反彈的 客人只需要回去 注意它的飲食習慣 例如平時矯腳 或者喜歡喝冰凍的冷飲 甚至吃太鹹或太甜的濃味的東西 如果這個日常習慣可以更改的話 其實身形一直都可以保持下去 其實一般普遍來說的顧客 需要做多少次才會自己滿意 其實每一個客人都會設置他個人的指標 當然也要看客人來到的時間 究竟可不可以配合得到 通常我們在一個極短的時間 就已經可以見到他的效果 而且不容易反彈的 但是有一個專業的美容師 而去為客人去做這個療程 其實是一對一去做 還是不同的美容師 一起服務客人 其實我們每次都希望 以一對一的形式去照顧每一個客人 這樣可以更貼一點 亦可以令客人有個安心的感覺 每一次 即是當我今次做完 下一次再來到的時候 是否都會找同一個美容師去幫我 客人如果有這個要求 我們盡量都會配合 其實剛才你說會不痛 其實儀器是怎樣的 是怎樣去進行這個療程 其實我們公司是一間光害專門店 我們每一個儀器都是一個暫身的科技 而最新的BM533的光極瘦小腿 裡面是混合了最新的元素 它可以直接將我們的脂肪爆破 然後經過我們的淋巴管流走 所以效果才可以這麼理想 一般除了水腫或脂肪之外 其實有很多人可能他本身的身形 都不是說胖的 都是健康的 但可能他喜歡運動的話 就變成會有些肌肉在 如果肌肉的話 我平時聽人說就好像 肌肉反而是更加難去減 又或者是才會難受 肌肉又可否改善呢 肌肉都一樣可以的 但因為現在很多女士都貪美 或者工作需要 所以長期都要穿高跟鞋 但會造成小腿出現肌肉的問題 如果利用運動 它解決這個問題 可能只會令肌肉更加嚴重 我們都會建議去試試 我們這個王牌的推介 它可以直接去跟治 或者改善肌肉的問題 其實一般人士都會分腿 亦都有分小腿 以及我們的大腿 會不會說小腿和大腿 未必是同事進行 因為有些人可能真的 覺得自己只是小腿 有些肌肉在 突然之間好像有一塊 不是那麼漂亮 會不會有人專門 只是小腿 而不是大腿 不是整個做的呢 都有的 其實每個客人來到的時間 都有不同的需要 其實這個科學的儀器 不僅僅做小腿 其實全身都可以做 針對客人的需要 而且他的脂肪分佈的地方 在哪裏 但是不同的部位 都是同一個時間 就可以完成 還是說其實是分部位 不同的時間才會完成 我們這部儀器 我們設定了一個 專業的時間 其實已經可以做得到 分開了肌肉 水腫 和脂肪 其實他們這三個 不同的類型 會不會說進行的時候 都會分開不同的次數 又或者是時間去做 BM533最新的科技 是根據我們身體內藏 各樣的一個數據 其實可以一次過改善 水腫 脂肪 和肌肉的問題 所以很多客人都覺得 是很滿意 和很驚喜的 而且很多時候 其實自己都未必分到 究竟自己是天生的肥 還是說真的 後天的脂肪爆出來 甚至乎是水腫 各樣東西 我們都不太懂得分 其實我們很容易分到 會不會有方法 令我們很快知道 我們究竟是哪種肥本 其實客人來到的時間 我們會詳細和客人分析 和了解他的狀況 對症下藥 這樣就可以做到 一個很完美的瘦身效果 我們今天都聽了 關於瘦面 和瘦腿的方法 首先很感謝兩位 如果觀眾想知道 更加多今集我們的資訊 就可以打 211-1836 又或者是 www.dreambeautypro.com 還有觀眾如果想看我們的節目 重溫 就可以瀏覽 www.apris510.com.hk 又或者是大家有智能手機的話 就可以上這個app store 下載我們Aplus 就可以隨時隨地看我們的節目重溫 這次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和觀眾說再見 拜拜 拜拜 by bwd6